接著叫做照相機 照相機也算是重要 因為它跟眼睛有個對照 照相機就是有一組凸透鏡 你買相機 會說它有多少鏡片 怎樣怎樣你不要管 它有一大堆的鏡片 這一大堆的鏡片合起來的效果 像一個凸透鏡 為什麼 它裡面有凸還有一堆 為什麼合起來是個凸透鏡 因為它要在底片上感光 所以它批成什麼像 十像 只有凸透鏡才會成十像 凸透鏡只會成虛像 所以這一坨拉古的有的沒有的 總和效果像一個凸透鏡 然後讓底片會感光 然後才會成像 然後呢 底片很小 照著你整個大頭 所以就知道它那個縮小像 確實有到所以是十像 凸透鏡要成就是縮小倒立十像 凸透鏡要如何成縮小倒立十像 要放在兩倍焦距外 所以照相機拍照 東西要放在兩倍焦距外 因此除非你買了特別的鏡頭 或者你照相機有特殊的設計 麥頭的設計 你才可以近拍 否則開這個東西你拍不到拍不下來 因為它要放在兩倍焦距外 拍兩倍焦距外 所以照相機成的像是縮小倒立十像很正常 像它底片那麼小 有你的大頭就是要縮小倒立十像 根據兔透鏡成像性 只要放在兩倍焦距外 然後眼睛就轉個構造 你看它很複雜 我們講比較簡單的 有人會叫做水晶體 我們說它的功用像兔透鏡偏折光線 上課說過了 水晶體其實只有做微調 不是主要偏折光線的地方 不過你就弘管它了 我們上課這樣叫做這樣計 它是一個像霧露鏡 像照相機的鏡頭 然後有一個瞳孔 前面有個瞳孔 就是你現在看旁邊同學 黑眼珠的地方 有個白白的眼白 真的是咖啡色的 然後這個圓圓的黑黑的洞 就是所謂的瞳孔 瞳孔可以變大或變小 這叫做像光圈 調整光亮 調整光亮 所以瞳孔向光圈 調整控制我們的光亮 然後呢最後 右邊有一個叫做 視網膜 這是感光用的 感光用的 所以我們說要向底一點 人的狀況是視網膜感光之後 會有電流訊號傳到大腦 大腦就說我看到了什麼玩業 所以最後看到東西呢 是大腦 因為我們講說視網膜在感光 感光 然後傳真影一下 所以它向底片 現在裡面其實很多 一件人不知道什麼叫底片 就是什麼CCDN 感光潮要對 OK 好 它跟照相機的對照要知道 然後 彤彤像誰 視網膜像誰 對照要想的 OK 然後呢 我們人正常都看清楚東西 但是有人只能夠看近物 不能夠看遠物 我們稱為近視眼 形成的原因有所謂的區域過大 焦距太短 所以對別人很正常 對你而言叫做太遠 離焦點太遠 所以成像太前面 因此要靠近它的發骨才會落到視網膜上 所以要移近才看到 所以 叫做近視眼 近視眼 或者是你的眼球的長度太長 好 別人正好你就是在視網膜的前面 所以你要靠近它要發骨 然後才會講 就要近視眼 近視眼 了解一下 那麼 重點是這個 要怎麼治療 抛後鏡 你從上面的圖可以看到 它是成像太早 太早成像 所以我希望你先發散一下 誰有發生的功能 凹透鏡 誰要用凹透鏡 所以我們考試就考這些 用什麼治療 ok 那到近視眼的成因 然後跟它的矯正 凹透鏡 它是怎麼會要視網膜上 到後來叫遠視眼 只能看清楚 遠目看不清楚 遠視眼 那成像原重跟它相反的 你的焦距 你的焦距呢 你的區域過小 焦距太長 對別人很正常 對別人太靠近焦點 所以呢 成像太後面 所以要把它拿遠一點 拿遠一點 它才會移往前移 所以叫做遠視眼 或者是你的眼睛會比較短 別人正好 那你就太後面 所以要遇到遠視眼 一樣重點是如何矯正 從圖示上看出來 它的成像太太晚 就要幫助它成像 幫助它對峻 所以要用孤透鏡治療 讓孤透鏡來治療 ok 就是我們的作法 胡適給你看一下 狀況是如此 好 把我們前面交過的東西 做一個整理 放大鏡照相機 望遠鏡 不視前為鏡 給你看一下 成像狀況 好 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剛剛講的 近視眼跟遠視眼 好 近視眼跟遠視眼 會去太早 太晚 要多矯正 今天的狀況 看一下能夠知道 ok嗎 ok ok